韓國瑜講的話 你為什麼一定要 當天下午就出來回應他呢 你就這麼耐不住性子 不能做一個冷處理的方式嗎 就好像這個貨要賣到大陸去 其實今天你對韓國瑜的方法 很簡單 韓國瑜講得很清楚 貨出的去 人靜的來 高雄發大財 可是我們看到 民進黨高層的做法是什麼 我就是不要讓你高雄發大財 因為今天發大財 就不是我民進黨的選項 我民進黨會做的 我是政治100分 但是經濟是零壓彈 如果今天我真的放手了 比如說要去簽對岸的合約 他也給你提高說 這個合約就等於協議了 不准你去跟對岸簽合約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就是把韓國瑜的頭打下去 逼著他跳起來 他跳起來以後 倒楣的是誰 所以我就覺得 府院黨或許有另外一個用意 為什麼這樣 積極如律令的回應 很明顯的一個想法是 不要回應你柯文哲 回應韓國瑜 未來的2020選戰 我就是壓著韓國瑜打 壓著國民黨打 我只把我的對口的單位 設定成是國民黨 也就是回到傳統的 藍綠對決的這個範圍 今天你柯文哲講什麼 我都不理你 我只回應韓國瑜講的話 我只回應國民黨講的話 我就是要邊緣化你柯文哲 我認為如果不是出於這個算盤的話 那麼我覺得 基本上我就覺得 府院黨實在太奇怪了 為什麼這麼積極的出來回應 所以我認為未來 也會走同樣的路線 只是你越去打韓國瑜 你越會讓大家覺得什麼 你越會讓全台灣人覺得 你就是一個對經濟毫無方案 對內政 對能源 對很多大家關心的議題 你可以看到全部在搞政治 連最近立法院的優先法案 我想廢源很清楚 還在搞一些有的沒有 還要延長這個 元首副元首出國訪問的時間 不能到對岸港澳大陸 從三年要延長到15年 你簡直就是 就像韓國瑜講的 你是無聊到極點 沒有錯 兩岸外交都是你總統的職權 沒有人要跟你搶這個職權 但是當你行使這個職權 行使不利的時候 我們國人包括韓市長在內 有沒有資格來問你一聲 到底你打算把台灣 帶到什麼方向去 我想不需要韓國瑜 他的市長身分 我們每一個老百姓 都有資格問你這個問題 今天當人家在指引這個問題 就是說你不左不右 你不敢台獨 你又不要中華民國 到底打算台灣 要走到什麼地方的時候 你不能光是以一句說 這是我的職權 不關你們的事 請問投給你票的老百姓 關不關老百姓的事 當你堅持你這樣子的路線 而最後被證明是失敗的 你要台獨 你又不敢走 你現在就困死在這裡 就希望美國賞你一口飯吃 給你一個好臉色看 讓你去國會演講一下 讓你可以過境紐約 因為藉此來橫評你在國內內政 失敗的一些政績 希望2020你還有一搏的機會 我坦白講 我為民進黨感到很可悲 比如說大家很關心的酒駕議題 你有沒有打算處理 很多很多民生的議題 擺在眼前的時候 我們看到 今天你把台灣的民主糟蹋到 就是說今天已經變成了一個一言堂 所有的事情不只是兩岸外交 是你蔡英文的職權 其他的內政的議題 你又由得老百姓智慧了嗎 這麼清楚的公投 告訴你要暫緩 要用以和養綠 來暫緩你的非核家園的時候 你曾經聽進去老百姓的意見嗎 所以今天不要再告訴我們大家說 什麼只有兩岸外交是你的職權 我認為你現在在立法院 多數的情況下 你就是在從事獨裁 你連人民直接行使公投的 這個民主的直接民主 你都可以以你一黨之意 就把它否決掉 老百姓在你的執政底下 完全看不到希望 誠如司剛講的 韓國瑜今天的論述 為什麼贏得大家的同理性 為什麼贏得大家一智喝采 很簡單 講的論述很簡單 很簡單畫圖形給你們看 接地氣 我認為這是國民黨未來集 集大天王 要好好效法看齊的對象 國民黨的論述對不對 我坦白講方向來講都是對的 可是你的論述 就是比較不夠接地氣 老百姓聽不懂 講來講去 學術語言太多了 你能不能走出以前的學術語言 真的像韓國瑜一樣 跟老百姓站在一起 一講都聽得懂 我是為了要讓你們賺錢 我的目的不是要涉入政治 可是我要跟大家報告是 政治是無所不包的 今天就像兩岸關係不好的情況下 貨就是出不去 人就是進不來 所以沒有一樣事情 可以脫離政治的苛咎 這也就是為什麼 韓國瑜想要拚精進 而你中央要掐死他的脖子的時候 他不得不跳出來 因為你要讓他 連讓高雄賺大錢的 這個願望落空的時候 他可以不向你中央叫板嗎 我覺得總統府的發言人 代表總統 所以我想這個要先確認的 因此他要說到做到 不能夠兩套標準 他說兩岸的抉擇權在總統 確實在總統 我們就問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馬英九是中華民國總統 那麼跟習近平在新加坡 所確定的九二共識 你買不買單 你不能夠說 他那個時候總統我不買單 我現在是總統 我就就是我的事情 我就不可以這樣子 第二個 我記得在九合議選舉的時候 陳其邁 高雄市市長的候選人 只問韓國瑜對九二共識的看法 你蔡英文在當時有沒有站出來 去批評陳其邁 說對不起 這個是我的職權 不是你高雄市市長候選人的職權 你問什麼韓國瑜 有沒有 沒有 那這樣的情形下 兩套標準來做事情 這很可笑 第三個就是你既不要九二共識 韓國瑜講的沒有錯 既不要九二共識 又不敢推台獨 然後你又不承認中華民國 你到底要什麼 所以你的兩岸政策 我把它稱之為無頭蒼蠅政策 也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該怎麼做 然後你什麼都不要 那你這個不要 那個不要 那人家問說你要什麼 你也沒說出什麼 那不是無頭蒼蠅嗎 那就是蔡英文的兩岸政策 就是無頭蒼蠅政策 這不是台灣民眾所要的 我再講最後一個 有關於柯文哲他提到的 其實他說統獨議題 他說統獨議題是一個假議題 我覺得這句話是有問題的 對郭貝宏來講 他讀絕對不是假議題 他是真的要推 所以普瑞澤站出來了 AIT站出來了 你就可以知道他不是假議題 對新黨來講 統絕對不會是假議題 他就是要推 對誰是假議題 對部分的國民黨 對部分的民進黨 他確實是假議題 他也沒有要統 他也沒有要讀 就混在那個地方 所以柯文哲這句話講 一般對 一般錯 但是如果對大陸來講 要統一這是正議題 絕對不是假議題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這講話裡面 也沒有得到完全的 對 也沒有得到完全的錯 可是他說他講兩岸的 一家親就被K的滿頭包 這原因很簡單 因為以前你是墨綠的 你以前你是墨綠的 所以當你講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墨綠的當然出來K你兩頭包 那你韓國瑜出來講 九二共識的時候 墨綠的會不會K他包 也會K他 他不在乎 就好像很多人K我 我也不在乎 這個很簡單 因為我不需要 對韓國瑜來講 他得到的支持者 並不來自於這些墨綠的 不是來自於獨派的 而是來自於更多的中間選民 也更多的 對於九二共識認同的人支持他 所以對韓國瑜來講 他的九二共識 確實會獲得更多的支持 所以K他的有 但是他不在乎 但是支持的人更多 所以他才能夠當選 這個高雄市的市長 那你 柯文哲你在這個地方 還是要有一個表態 不過韓國瑜講話也有問題 為什麼 他講到兩岸一家親 他聽了就想笑 其實不能笑 因為九二共識也好 兩岸一家親也好 都是台灣跟大陸那邊 已經訂出來的 地方政府來說的話 他們說不同層次 對 一個是政治論述 一個是心靈的交流 是 所以地方政府跟地方政府 兩岸一家親可以過關 也就是說我台北市政府 跟上海市政府 我沒有兩岸一家親 是可以過關的 因為這是大陸 對於兩岸的來往 他有排版定案的 但是如果你要拉到更高層級的 你要選中華民國總統的時候 兩岸一家親就過不了關了 所以柯文哲在這個部分裡面 如果不解決的話 他過不了關 那要回到哪裡 當然要回到 柯文哲這個新的論述 國是中華民國 家是台灣 這過得了關嗎 那你農我農過得了關嗎 不是 你農我農 也過不了關 不是 那不是 那是地方政府 你高雄市政府 你農我農跟兩岸一家親 在地方層次都過不了關 但是在中央層次都過不了關 你要選總統的話 你就必須要在九二共識方面 要有依靜 柯文哲這個新的 國是中華民國 家是台灣 在中央層次過不了關 我們要先問一個 柯文哲的問題就是說 你既然你承認你是中華民國 你怎麼承認你是中國人 我覺得柯文哲到目前為止 我還沒有親耳聽到他講說 我是中國人 那韓國瑜的九二共識 過不了關 我覺得九二共識當然可以 因為那是習近平跟馬英九 在新加坡兩位共同確認的 九二共識是兩岸共同的 政治基礎 所以這個韓國瑜的立場 從選一直到選上到今天 他從來沒有改變過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說今天韓國瑜 已經把他的層次 已經不是定位在兩岸一家 清的層次了 他已經拉到九二共識的層次 難道釋放出來的訊息 還不明白嗎 這個釋放出來的訊息 也就是說 2020年韓國瑜 怎麼會一定缺席呢